这是中国055大区南昌舰 单刀附会美国航母战斗群的真实画面 2022年 南昌舰和我国航母编队 正在执行远海训练任务 却没想到竟然遇到了美国的航母编队 当时美国军舰多次挑衅 试图干扰我国军舰的训练 南昌舰迅速拉响警报 海军们精神高度集中 在接触到上风的命令后 南昌舰立刻开出100海里 独自直面美国航母 在看到南昌舰靠近后 美国海军紧急派出二架战斗机靠近南昌舰 并做出向下俯冲的姿势 想要以此逼退我国南昌舰 但南昌舰丝毫不拒 直接打开导弹锤阀紧盖 同时又将位于舰首的1130进防炮 转向美军舰载机的方向叙事待发 意思就是只要你敢再靠近 我就敢回击 吓得美军战机急速返航 最终南昌舰以一箭之力 成功逼退美国航母战斗群 在远航训练的这20多天的时间里 南昌舰就像一堵坚实的巨盾 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预警探测设备全程扫描 不给美国航母任何靠近的机会 完美履行了带刀护卫的职责 2024年1月7号 南昌舰被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 同时央视也曝光了南昌舰单刀附会 独自一箭硬钢美国航母的全部过程 全国人民都深感骄傲 南昌舰也在国内外大过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南昌舰逼退美国航母战斗群后 世界各国都有什么反应 这是外网上的真实评论 一位来自英国的网友说 毫无疑问 055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驱逐舰 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驱逐舰 甚至有的网友还说 只有中国才能造得出055驱逐舰 南昌舰是它建国的最漂亮的军舰 法国网友的评论更是一针箭血 他说美国舰队是进攻性的 它在每个人的后院里戳鼻子 而中国则是防御性的 在我国战乎摄影师拍摄的图片中 055大致就像一艘小快艇 可实际上055驱逐舰全程183米 宽22米 完全可以用旁人大物来形容 而南昌舰正是055型驱逐舰的首舰 据公开资料显示 南昌舰搭载导弹112个垂发单元 光反舰导弹就有48枚 主炮采用的是 HPG45A型单管130毫米的舰炮 射速高达每分钟40发 南昌舰的宣传大片 也早已经在外网上广为流传 当时就有很多外国网友争相评论 一位印度网友说 中国海军的发展实力已经远远超过我国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力 真羡慕 有的印度网友还说 印度的海军你们要加油啊 其实在我国 像南昌舰这样单刀腹会抵御外敌的 还有我们英勇无畏的中国空军 包围美国航母战斗群 逼退美军航母 中国空军有多厉害 2023年 全中国14亿人民都收到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中宣部授予空军航空某兵团 飞行二大队时代凯模的称号 这个团队就是敢于美国航母 拼刺刀的空军部队 2023年6月17日 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气势汹汹地驶入我国西部海域 试图对我国挑衅示威 我国海军自然也不惯着 立刻回击 根据卫星地图显示 美军的四艘军舰呈一字形排开 旁边还有四艘军舰 以半月形将美国军舰包围 而这四艘正是中国军舰 有人说 里根号是在向中国秀肌肉 展示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这次他们的算盘落空了 面对美国的这一行为 我国不仅出动了四艘航母 还派出轰6K轰炸机 采用超低空突防的方式 直接抵达在距离美国 里根号航母30公里的位置 对外军船只进行拍照取证和驱离 他们成功躲避 里根号检测雷达 对里根号进行火力控制 轰6K是我国最先进的远程轰炸机 可以携带六枚常舰20空射巡航导弹 打击距离高达6000公里 这意味着只要驾驶员按下发动开关 美国的里根号航母就会被导弹击中 下的里根号直接90度急转掉头 仓皇逃离我国海域 而执行这次任务的航空部队 也被授予时代凯模的称号 时代凯模是国家级荣誉 只有对国家和社会 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或者团体 才能获此殊荣 足见航空部队这次任务的重要性 和中国军人捍卫国家的决心